英文一開罐 英語增加安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 點數十點時一定要會的英文劇 各位麥粉們 大家好 又到了禮拜二晚上的八點 我們就是要看英文一開罐 那今天呢 我們要帶來一次 去數十點時會用到的英文劇 那為什麼要選數十點 因為很多人不管你去哪一個國家 你都想要試試看 那個國家的麥當勞 還是只有我嗎 沒有 因為麥當勞 它其實有蠻多特色的食物 還蠻不錯的這樣子 而且又快 而且相對來說又便宜對不對 不然國外有的地方 真的好貴啊 那為什麼是英文劇呢 話說我們上次去逢甲演講的時候 怎麼樣 就有人說 今天我們可以多一點劇子 不要只是單字 那加上呢 我們也在怎麼準備多一 看著你的資訊卡 提到說英文劇會比單字更有用 更來的有效 所以我們當然要怎麼樣 以身作則嘛 那記得在影片看之前 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並且開啟小鈴鐺 因為我們也會不定期更新唷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看的就是 數十點必備的點餐劇 那今天我還會指出 英分身之術飾演兩個角色 有沒有很棒 大家給我掌聲鼓勵唷 第一個問厚語 就像你遇到你的好朋友一樣 你一定會先來個問厚語嗎 啊不對 不是不是這一種問厚語 那通常呢 店員會跟你說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或者是Good Evening 那這個呢 你就不用回答 對沒什麼好回答 那就是問厚你而已 那接下來他要說的才是重點 通常呢 你要點中餐的餐的時候 店員就會怎麼樣 就會給你一個問厚語 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或者是Good Afternoon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你會想要點什麼呢? 那Order就是點餐的 那除了這種比較完整的說法 說話 那除了這種比較完整的說法 也可以有比較簡單的就是 What can I get for you? 欸 我可以幫你點些什麼東西呢? What can I get for you? 好 那你要怎麼回答那個店員呢? 那其實很簡單 那我要點什麼呢? 就可以跟他說 I would like to order 後面加上你想要點的東西 或者是 I would like to get 那如果呢 你跟店員比較muchy 就是你點餐都變成好朋友的這樣子 像我之前去午餐 他都知道我要喝什麼了 那比較muchy的話 你就可以說 Let me get a 你要點的餐點 或者是 I'll have 你要點的餐點這樣子 那跟我們台灣一樣 他們也有套餐 不過他們的套餐是用數字用的 所以你就可以說 1號餐就叫做No.1 2號餐就叫做No.2 以此類推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說 我要一個1號餐 你就可以說 I would like a No.1 或是 Let me get a No.1 或是 I'll have a No.1 那麥當勞最常見的幾個 順便交給大家 那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大麥克 大麥克就叫做 Big Mac 很大的麥克 所以很大的麥克就叫做 Big Mike 那一大 心胸很寬大 想什麼啊 我們現在是 荷家觀賞的頻道 所以不能亂講話了 大家懂嗎 除了大麥克以外 還有 Heffy最喜歡吃什麼 麥脆雞 麥脆雞叫做 McCrispy 還有麥克雞塊 麥克雞塊叫做 McNugget 還有雙層牛肉堡 就叫做 McDouble 還有冰炫風 McFurry 那如果你說 啊我今天不餓 我在減肥 像Heffy一樣 最近都在減肥 我只想要 單點一個東西就好了 怎麼辦 那如果要單點 我們就用一個 非常非常簡單的字就好了 就做 Just 就是 只要 只有 就做 Just 所以你要單點 比如說一個大麥克 你就可以說 Just The Big Mac 第二 客製化 那像是台灣的早餐嘛 早餐店嘛 你就可以說 那個蛋全熟啊 然後不要黃瓜 然後加三分之一的醬油膏 三分之一的辣醬 三分之一的蒜頭啊 這樣子 都可以 一切都可以客製化 那麥當勞當然也可以 那客製化的話 電源會怎麼問你呢 電源就會這樣說 你上面的東西都想要嗎 就是你有沒有不吃什麽 因為像我個人就是非常討厭 欸怎麽店員會討厭東西 好不管 我現在以店員的身分 跟你們分享 就是我就是很討厭吃小黃瓜 那我覺得那個味道很不舒服 那除了呢 Would you like everything on it 他們也可以說 With everything on it 欸就是上面全部都要嗎 那你如果不想要什麽樣的話 你就可以用 Without或者是No 後面加你不曉得那個東西就可以了 那漢堡裡通常會有什麽呢 會有Cheese 起司 Onions 洋蔥 還有Pickles 雙黃瓜 那如果呢 酸黃 酸黃瓜 比如說 大麥克 大麥克 不要雙黃瓜 你就可以說 A Big Mac Without Pickles 或者是 A Big Mac No Pickles 這樣子 第三部分 套餐選擇 那通常呢 他們套餐也是一樣 都是會附薯條以及飲料的 這個時候店員就會說 Do you want any fries Do you want anything to drink 你會不會想要薯條 或是任何喝的東西 那如果呢 你要套餐的話 你就可以說 With fries and Coke 要薯條 還有要可樂 那通常呢 他們套餐附的 跟我們一樣都是附所謂的中杯 就是Medium的 那如果你說 我想要薯條加大 或者是想要可樂加大 你就可以說 With large fries 或者是 With large Coke 就是薯條加大 或者是飲料加大 這樣 那除了可樂外嘛 其他常見飲料 當然還包括 雪碧 Sprite 柳橙汁 Oranjuice 還有檸檬茶 Iced Tea 這樣子 所以呢 如果你要薯條 然後加上檸檬茶加大 你就可以說 With fries Iced and large iced tea No.4 Dollar menu 通常呢 店員還會問你說 欸 你想不想要什麼其他的呢 那想不想要其他的呢 就會說 Would you like anything else? 或者是 Is that everything? 你看起來那麼 fat? 怎麼只吃那麼少? Is that everything? 那店員又被打了 那除了套餐 還有飯店外 那他們也像我們一樣 有什麼 50塊啊 1加1啊 那種就是 可以幫你省錢的 那這種就會叫所謂的 Dollar menu 再來美國呢 這個叫做 Make pick 就是精選這樣子 就比較便宜的特選 那如果你跟我們一樣 很容易吃不飽 那就建議你多點一些 Dollar menu上面的東西 就是又便宜又不錯 No.5 內用還是外帶? 那當你點完的時候 店員就會問你 外帶還是內用呢?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or to go? 那如果呢 你要內用 你就可以說 For here 要外帶的話 就可以說 to go 那最後碼店員 一定會告訴你 多少錢 那多少錢呢? That will be 598 就是5塊又98分 如果呢 你這時候要體恤他們 你會覺得說 啊他們很辛苦 都是零 minimum wage 就是最低的工資的話 那你就可以說 Keep the chain 就是不用找了這樣子 Thank you sir You saved my life 那以上就是在麥當勞會用到的句子 那還有呢 在什麼情況下會用到的句子是你想要看的呢? 趕快怎麼樣? 趕快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好那大家覺得這種句子類型的實不實用 你知道嗎? 如果實用的話 趕快分享給你的朋友嘛 對不對? 所以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並且一定要分享給你的朋友 最近收視率很低 我很傷心 對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那我們Q&A也即將要拍攝了 所以趕快 趕快去我們的Facebook粉專 英文一開關上留言說你想問我們的問題 最後一定要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並且開啟小廳堂 每週二的晚上8點都會有新影片 各位賣粉們 我們下禮拜見啦 See ya Yup Double the B Huh Nah Actually ep LE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